今天男人在路上街上走 见到女人的那双手 女人在街上走 她假如笑得很灿烂 也看到了她男人的羞恶 是不 你让自己的太太脸揪了跟 什么事了 然后那个脸上 这个眉头伸索 还能把苍蝇给夹住 那这个男人就真的是太不体谅 太不疼惜自己的太太 好 所以举一要反三 那我们看 今天刘总对先生的体恤 假如他顾及到自己很多人 他就不会做得这么彻底了 他希望先生晚回来的时候 热水热汤马上端给他喝 那个暖的不是胃啊 是心啊 夫妻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啊 而且我们感受感受 有一个这么体恤自己的另一半 在家里等 男人一把事饭完赶紧回家 就不会在外面流连忘返 假如这个男人想着呢 回家又得看脸色了 那他就能拖多玩了 就拖多玩了 所以家庭是需要经营的 用我们那颗实时为对方设想的心 就把整家人的心都凝聚在一起了 包含刘总也提到了 他先生有抽烟了 虽然不是好习惯 但是没有要求 尊重包容 慢慢地对方体恤那一份尊重包容 自己十节因缘成熟了 不好意思了 就戒掉了 所以刘总讲到 互相尊重 相信彼此的关系会越变越好 反过来 互相指责 关系会越变越不好 所以夫妻相处 大家从整个演讲当中 可以体会到 要设身处地 要为对方讲 要尊重 要包容 还要善巧方便 用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提醒他 不要很急 不要很冲 不要忽略了他的面子 言以律旨 我们不要面子 但宽以待人 要给别人留面子 所以刘总有讲到 他先生急的时候 他就对着他笑 然后自己就很自然地变得慢 慢慢地先生就感觉到了 自己也慢慢地调慢下来 有时候可能情绪上来了 拉拉他的衣服 踩踩他的脚 是吧 当然不要踩太大力 给他一个示意 或者摸摸他的手腕 传递一下那一份温柔 传递一下那一份提醒 先生 先生情绪就下来了 所以家人相处 有时候这个肢体语言 可以起很大的作用 当然那是用柔软的心 的一个体恤 体型 再来也提到 先生面临事业上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适当地劝告 所以刘总的一段话 也给我们人生很好的启示 别把钱看得太重 钱人解决的事 都是小事 这人生 别被钱给绊倒了 诸位学长 我现在讲一遍 我就不会忘记了 那以后 刘总这些非常宝贵的人生经验 我们也能够去供养给大众 所以人每一天见闲时期 都把人家的好记住了 每天都有很好的感悟提升 跟积累 好 这个是刘总跟先生之间的相处 包含跟孩子的相处 教育孩子 事实上 所有能把孩子教育好 家庭经营好的 人 他们做的 其实都跟经典是相应的 虽然他可能没有读过经典 可是我们会好奇了 没有读过经典怎么懂 大家想 古代很多女子 她没有读过书 可是为什么她都知道 这些大姐大义呢 这里就凸显了 我们整个民族 最重要的力量 在家庭 家族 这些家族的长辈 都给下一代一个好的榜样 每一个人成长 都在潜移默化当中 学到了这些做人的态度 所以我们说 父慈子孝 父母长辈的慈爱 在哪里表现出来 在念念都要给孩子 做好榜样的这个存心 表现出来 我们说我多爱孩子 那个是口头上的 念念能给孩子好榜样 那是真情真爱 是理智的 我之前在马来西亚 遇到一位孔子的后代 一位女士 那应该都是七十几代 她前几个月 才读地址规 可是她打开地址规 读的时候 她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熟悉 她觉得她每读一句 小时候家里的情景 就浮现在她的脑海 她读到父母呼 应勿还 她的叔叔伯伯 父亲们 一看到爷爷奶奶一叫 赶紧 爸妈 有什么事吗 父母命行勿来 父母交代了事 这些长辈都赶紧去做 东则温 下则静 他们这些长辈给爷爷奶奶铺床 关心体恤生活 需要都浮现出来了 家里面整整齐齐 自观服务有定位 兄弟之间 几十年从来没有红过脸 兄弟母母笑在中 言于忍 愤自明 看到家里有事 兄弟不分彼此 赶紧拿钱出来 解决 支持 财务卿 愿何神 那诸位学长 请问这一位女士 孔女士 她学过弟子规 所以我们说 学习重实质 不重行事 实质 是身教 是整个环境 每天都在教育 所以这个家道啊 都是在这个潜移默化当中 自然沉传下来 所以教儿 婴孩 孩子在胎中 三岁以前 就是教他的黄金时段 所以刘总那天讲说 六岁以前 孩子都一直看着大人 做好榜样给他看 六岁以后呢 孩子的能力 行为动作比较灵活的 领着他住 教孩子都要陪伴 都要引导教导他 十二岁到十八岁呢 跟他商量 十八岁以后呢 分享给他听 让孩子很自然的 从父母长辈的人生当中 得到启发 其实人与人相处 非常微妙在哪里呢 你越想要求 越想控制 他就偏不听你的 你越尊重他 越没有控制的念头 只是很真诚地 跟他商量 他反而很愿意 听我们讲 我在 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 体会最深的就是 父母对我们 没有丝毫的占用 丝毫控制的念头 所以我们无形当中 也受到这样的影响 所以主事啊 我们对人呢 也不要求 也不想去控制 人家愿意听 我们就尽力讲 人家不愿意听 我们也不要生气 也不要要求 我们没压力 对方也没有压力 所以我很喜欢 听我爸爸讲话 有什么要重大决定的 爸 你帮我看看 哪一些可能是要提醒注意的 好 当然更好的是呢 我们提升自己的智慧啊 到孩子非常佩服我们 那你不用找他 他自己来找你 就像 刘总的先生 我们庞总 他的孩子说呢 这大方向啊 战略物质啊 一定要请教老爸 是吧 这个就是孩子 很佩服自己的父母 为什么 有德 有智慧 卢叔叔啊 也做到了 他的孩子 有什么人生重大的问题 都要来请教 而且呢 他儿子来请教他 孩子要排时间 他会跟他儿子说 对不起 这些大哥哥 大姐姐跟我排 排了时间 你要下礼拜再来 他儿子可不可怜啊 不可怜啊 学到他父亲 胸怀天下 再来 更珍惜 可以跟父亲 请教的机会 所以父母 父母能做到 让孩子这么佩服 那是做得非常好 所以有一次 这个父亲节 很多这些晚辈啊 都来 给卢叔叔 卢妈妈 祝福 结果他孩子看着呢 有点酸溜溜的 这是我爸 我好像都被分走了 好 而 刘总谈的 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呢 我们也 要从中 记住这些重要的原则 从小给孩子 立规矩 从小孩子懂得 做事要计划 时间观念 两岁就开始教了 却是他一生受用的习惯 所以爱孩子啊 还要看得很深远 防围杜溜 深魔远律啊 可能当时候在要求呢 孩子还是有点 必须突破 那你也不能 因为孩子难受了 你就不严格要求他 不严格了 他习惯没养成了 一辈子都被坏习惯拖着走 就麻烦了 还有很重要的呢 一定要让孩子觉得 我们时时都陪伴着他 所以刘总都陪孩子学习 等养成学习习惯了 他就可以独立学习 你还不用花很多那种补习费了 还有这个家庭会议啊 最重要的呢 就是形成家里的一个氛围 都是先检讨自己 谁来带头 父母带头 长辈带头 而且呢 还有一点 反省自己之外呢 这家庭会议 就是家里人 人常常说说心里话 有沟通 不沟通啊 慢慢的就疏远 甚至会有误会 隔阂 所以这个家庭会议不可少 互相彼此了解 目前的状况 心里的想法 充分交流一下 甚至于是 遇到的好的事情 体会到的好的道理 这一份喜悦 跟家里的人共同分享 这叫义和同月 我们成长了 家里的人也成长了 而孩子大了 跟他沟通啊 有时候呢 懂得柔软幽默一点 我们有时候劝人太直接啊 人家很难接受 所以刘总跟他儿子提醒 逆反期过了没有 是吧 他孩子说还没有 但是哦 有没有作用 很有作用啊 因为他感觉到妈妈 很柔软很尊重他 并没有指责他 但是他一句一句 继续了 哎呦 逆反期逆反期 哎呦 对呦 不能给妈妈添麻烦 不能乱发脾气了 这个都是啊 善巧方便 而这个游戏机风波啊 就提醒我们 为人父母长辈 只要要求孩子不要做的 自己首先不要做 你要孩子不看电视 自己一定不能看电视 不然哦 孩子心里不符 都你大人能做 我们都不能做 其实让孩子对父母不符啊 那是孩子最痛苦的事情 孩子的天性呢 尊重爱他的父母 我们能有好的德行 让他这一份天性终身保持 那孩子是天底下最幸福的 假如我们父母都是言行不一致 孩子的内心一直在受到煎熬 因为他尊重的人 因为他尊重的人怎么是这个样子 扭曲了他的人格啊 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不尊重父母 我不只没有责怪他的心 我还觉得这个孩子一生 苦不堪言啊 他没有 他没有不可能有真正的快乐 能够让孩子跟父母之间的那份亲爱 终身保持 那是给予他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好 所以这里我们也回想到呢 刘总他的母亲呢 当他拿钱给母亲的时候呢 母亲还提醒他 有没有给婆婆了 这样的藏人 藏母娘啊 那是太不简单了 我还时时提醒了自己的女儿 一定要视自己的公公婆婆 像自己的父母一样 好 所以从刘总这些家庭的 这些相处 确实是不贪不撑不吃不慢不义 最后刘总也跟大家交流呢 女子啊 四个字送给大家 哪四个字呢 礼静柔顺 那当然了 男子也要礼静柔顺 当身边的人刚好情绪上来了 比较硬了 我们要怎么样 得柔啊 不能硬碰硬 就冲突起来了 有时候对方很坚持了 我们在跟着坚持 可能就要伤和气了 这个时候也懂得先顺一下 没有关系 要懂得疏导 不要硬 防堵 所以有一对 这个夫妻啊 结婚六十多年了 老先生都九十岁了 而六十多年来呢 这夫妻相处 从来没有言语的冲突 没有红过脸 结果这个晚辈啊 很懂事啊 赶紧挖宝 请教 老爷爷啊 你们夫妻是怎么相处的 给我们沉传宝贵经验 结果 这个老爷爷就跟他们 这些年轻人说了 说我们结婚的时候啊 有约法三章 就是呢 在孩子的面前呢 绝对不能够申请 只要另一半呢 情绪上来了 另外一半赶紧出去走一走 一个巴掌就拍不响了 然后接着呢 这个老先生笑着说啊 说我告诉你啊 这六十多年来啊 都是我先出去的啊 我们感受一下 他们夫妻相处的这种情景 比方说 太太有点上火了 先生一感觉到了 头低下来 赶紧出去散步了 太太站在那里啊 当下有什么感受 太太心里想啊 哇 怎么又是我了 都是我先动气的 所以每经历这样的情景啊 对他的先生更加的佩服 事服人心不难 礼服人方无言 所以太太心里想 哎呀 还是我不对 先生修养好 先生出去散步了 也不可以走太久 因为现在听说吵架 跳水了很多 所以十五分钟赶快回来 不要让太太操心 处处处实时啊 体恤对方的心 设身处地 赶紧回来 这个时候太太不好意思了 女子都是比较含蓄啊 比较难为情啊 赶紧倒杯茶 然后过来的时候 不好意思看 还要这样放着 她越不看你 你要越体恤她 那种婉约的美 人要懂得欣赏 好 当太太这么难为情 把茶放下来 那我们当先生的 应该怎么做啊 人家一定这么难堪的 应该怎么做 这个时候假如先生 都不体恤她 还说你看 又是你先发脾气了吧 还是我修养好 她先生说 她太冷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个叫自取其入 我们会受到侮辱 往往可能是自己的态度 招感别人的侮辱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不敬人情了 给人难堪 招来这样的冲突了 所以这个时候 应该是设身处地 人家难堪了 要赶紧给人家台阶下 当下 赶紧转移话题 太太 刚好今天下午有空啊 好久没回去看我 岳父岳母了 下午买点水果 我们回去看看老人 不止不计较了 马上又想到她的父母 大家想想 太太感不感动 诸位男士 你们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太太感不感动 感动多久 感动多久 你们也都没反应 这辈子还没遇到 这样的礼遇是吧 夫妻是要互相疼的 互相感动的 感动一辈子 夫妻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了 能够时时都这样体恤 那个力量不可思议 好 所以这个调伏得了情绪啊 才能让家庭越来越好 好 所以 最后的这个礼敬柔顺 我们好好记在心上 也不辜负刘总跑这么远来 给我们传经送跑 这个叫资源 行源 造源 不然 不然人什么时候堕落 福气越大越堕落 不珍惜了 哎呦 我来这 刘总我都见过了 王教授我也见过了 哇 我都跟他们喝茶呢 哇 缘分好了 多了 反而变成不珍惜了 就浪费掉了 可能还比不上没见过的 在电视上看 刘总讲身为女人 人家恭恭敬敬听了 那个收获比我们大多了 所以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益 那最后 贪嗔吃慢 还有一个疑 一个人在 修学的路上 这个疑也是很大的障碍 比方怀疑自己 其实人再大的挑战 都不能够击败他 只要他百折不恼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行人 怕就怕他 不信任自己 自己退缩了 否定自己了 那就麻烦了 谁也帮不上忙 所以去这个怀疑 首先不能怀疑自己 不能怀疑经典 不能怀疑他人 不然所有人的这个不好 通通淤积在你的心里面 你说可是他 他确实做得不对啊 不对是狗不叫姓乃迁嘛 他被习习拉着走嘛 可是他人之处 性本善 实时都在啊 这个时候不止不怀疑他 想方法 怎么做一个好榜样 把他的善 给激发出来 才对了 就更不是去怀疑他呢 去指责 甚至去跟他对立呢 那就错了 方向错了 所以我们不怀疑自己 我们了解自己 我们把握好自己 我们这一生 要成就自己的智慧 会命 成就了自己啊 才能去成就别人 欲爱人者先自爱 欲助人者先自助 欲救人者先自救 我们自己都尼不杀过疆 每天都闷闷不乐了 怎么去让人快乐 我说你看人那个 在谈 谈感情的时候 我一定让你幸福 自己就一张苦瓜脸 怎么让人家幸福 是不 所以我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一加一等于多少 这些年轻的男女 有时候跟我们在交流 什么时候适合结婚 我会出这一题给他做 一加一等于多少 大于二是吧 好 这个对的啊 两个人相处的过程当中啊 都能激发对方的潜能 信心 这个是相得一张 互相成就啊 大于二啊 一加一 假如小于二呢 甚至于小于零呢 有没有可能 有 现在超过一半都是这个 一谈恋爱 两个人 智商都下降 互相摧残 互相伤害 有没有 出人命的都有 那哪叫爱啊 那叫欲望 那叫控制 那叫 死坏 谁顺习气 在做事情 那是爱对方的 好 一加一要大于二 才可以结婚 不然就别添麻烦 给自己添麻烦 还给社会添麻烦 还有没有 一加一等于多少 可是你一加一要大于二 你得要有智慧 去引领他哦 这叫领妻成道 祝夫成德 才会大于二 还有没有 一是吧 这个很好 夫妻是一体 不可分哦 不分彼此哦 同甘共苦 一加一就等于一了 那还有没有 无限大 这个是有听懂的 学贵立志 立什么志 结婚都要立志 我夫妻可以 把恩义情义道义演出来 给社会带个好风气 有志气的 所以呢 诸位学长 你们结婚啊 都不要白解 现在结婚也要彰显婚姻的意义 你们以后结婚的话呢 一定要把这个婚意 展现在所有来参加婚礼的人 不要去瞎闹一场 不要去瞎闹一场 根本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 让他们可以看到 喝焦杯酒啊 是吧 拜父母啊 板击父母啊 让所有参与婚礼的人 不止肚子吃饱了 还吃到很好的精神食粮 OK 你说哎哟 蔡老师 我都结婚了 讲这个没有用 你还有孩子吗 你还有朋友吗 都可以劝他们 做有意义的婚礼 这个我们再找个时间 播一下我们董老师跟萧老师 结婚那个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以后可以大 好好的推展 才有意义 不然现在那婚礼 去的就是乱成一团 还有请那个小姐 穿得很少在上面跳舞 搞什么乱来 社会风气都搞坏了 一加一等于无限大 还有没有 培养出圣人 好 这个还 一加一等于三 因为国内是 这个 计划生意 所以一加一等于三 后面叫守法 好 所以我们看德语故事里面 很多夫妻相处 都成为千古美坛 你看 汉朝的宋宝 皇帝的姐姐 看上她了 她说 凭贱之交 不可忘 昭康之旗 不下堂 我怎么可以抛弃 我的昭康 原配呢 你看这一句话 传颂了几千年 依然还在震撼着人的心灵 所以这个真的 一加一可以是无限大 人身至古 谁无死 留取担心 照汉清 好 那这个不一样 我们就要 从不怀疑自己 我以前呢 很没有信心的 大家看得出来吗 我长这个样子 还能有信心吗 我呢 从小又没有什么才能 什么参加比赛 我记忆当中 几乎没有我的份 然后姐姐又是 常常全校第一名 一遇到颁奖 我的头就是这样 因为我姐姐又上去了 然后同学知道的 你姐又上去了 言下之意 就是我差太多了 然后写文章 刚好我那个国文老师 又知道我姐姐是谁 又把我姐姐的文章 拿来做范本 发给我们大家 结果我们老师拿着 蔡荣清 同一个家庭 交出来的孩子 语文人力 为什么差这么多 大家有没有 回到二十多年前 我还是很 可爱的小男孩的时候 我的心在低血 人哦 心里有障碍 那个信心都出不来 不过后来 我还真的有参加比赛过 什么比赛呢 辩论比赛 跟大家讲过没有 我参加辩论比赛 为什么是我去参加 因为学长找不到人 反正我的机会 就是找不到人 才会轮到我 结果我就去了 哇 那个辩论 讲话都要很凶 我又学不来 讲讲讲 要讲十五分钟 我讲七八分钟 就没辞了 可是规定不能下台 得站到时间 才可以下台 然后我就站在上面 就这样傻笑 就是二十多年前 开始练的了 就这么笑过来了 所以什么事都不是坏事 对自己都是一种历练 很糗的时候 也是练自己面子 要放下来 都是好事 后来去念师范学院 参加八百公尺接力 得了第三名 因为只有三队参加 所以我拿着那个讲牌 不知道是要高兴 还是要难过 所以在目前的这个社会状况 一个人没什么才华 长得又不怎么样 说要很有信心 我觉得很难 所以呢 常常还要问人家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朋友说 你要听真的 还是要听这样 听真的 又期待 又怕受伤害 人家在传 心理测验 赶紧做心理测验 看看我们个性是什么状况 结果做出来 你得四十分 你的个性很像老虎型的 或者你得五十分 你的个性很像五尾熊型的 很像孔雀型的 拿着那个做出来的事业 给朋友说 我很像孔雀 我很像五尾熊 你说人活到什么 分上去呢 很像畜生 还高兴半天 所以人这个信心 跌到什么程度了 古代几千年来说 我要效法 尧顺 从没有说 哪个时代说 我像孔雀 很高兴的 所以大家从这里 体会到什么 子孙虽语 经书 不可不读 神不读经了 堕落到什么程度了 还沾沾自喜 甚至于我们教科书里面 编的那些理论 我念教育 学分的时候 拿狗做实验 拿猫做实验 拿老鼠做实验 实验出来的结果 拿来教人 这个就是 目前 有一些教育理论 是这么教的 那大家想一想 拿狗 拿猫 拿老鼠的实验 来教人 会把人教成什么 教成狗 猫 算不错的 为什么 我们的目标 是狗跟猫 一不小心 它变什么 猫 狗不如 对啊 你目标是 狗跟猫的行为 那它当然是猫 狗不如 所以现在年轻人 干出猫 狗不如的事 太多了 你能怪它吗 我们到底 拿了什么教它呢 狗跟猫不就是 欲望给它点东西吃 它口水就流下来 你拿那个去教孩子 真的啊 那实验就是这么来的 那你都是往欲望 跟畜生的那个 需求去教孩子的 孩子长那么大 二十来岁的 没读过三字经 三才者 天地人 这么大的格局 你拿那种实验结果 来教它 把它糟蹋 人之处 信本善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人才能真正了解 自己有明德 有本善 他不糟蹋他自己 他信任他自己 所以我没有信心 后来读了祖宗的经典 我信心就恢复了 为什么 因为我坚信一点 哪有我们的祖宗 会骗我们的道理 打死我都不相信 哪有可能孔子孟子 圣贤人会骗人 占人家一点 便宜都不愿意的 怎么可能欺骗人 坚信他们的教诲 慢慢地 随着我们自己 把习气放下 自己的明德 智慧 德能 慢慢再提升 真实不虚的教育 所以我们以前 都看错自己了 也看错别人了 我们常说 不能戴着 有色的眼镜 看别人了 有时候 跟朋友谈话 哎呀 那个人我知道了 他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他就是脾气不好了 我对他太了解了 他就是傲慢了 请问我们看他看对了吗 看到的都是他染上的尘埃 无垢啦 不是他本来的样子啦 他本来的要是本善 是明德 我们对这一点要明白 不能怀疑别人 所以首先呢 我们得把我们有色的眼镜 拿下来 信任自己啊 信任别人 只要人能把贪 撑吃慢 这些习性给去掉 他本来那种赤子之心 天真的模样 就展现出来 那当然 首先还是要求自己 我们现在把有色的眼镜 拿掉 不要用执着去看别人 不要用分别去看别人 这个道具做很久了 还是用一下 你看我们戴着有色的眼镜 看人 看成什么样子 看不清楚啦 看扭曲啦 是吧 当我们把执着拿掉 这个人就可爱多了 有没有 是吧 当我们把分别再拿掉 哇 这个人 挺好看的 我看大家都挺好看的 再把这个妄想给拿掉 本来面目就看到了 看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也看到了别人的本来面目 所以啊 真正要放下的是怀疑 要放下的是分别跟知识 这个是真正的功夫 所以信任自己 再来呢 信任家人 信任朋友 哪怕他有做不对的地方 我们还是相信他能改 就对了 别人相不相信我 我不怪 我们一定相信别人 人之出性本身 孔子曾经啊 七天啊 在晨菜绝粮 没有饭吃 结果 刚好呢 这个子贡啊 很厉害啊 冲出去 找到了粮食回来 就请颜回啊 祖粥 大家七天没饭吃了 颜回赶紧在那祖粥 这个祖祖祖啊 水蒸气冒上去了 土房子湿润了 刚好一个土块就掉到粥里面去了 说食词 纳食快啊 颜回怕 这个土块啊 把整个粥都给捣砸了 赶紧把它摇起来 结果一摇起来心里想啊 扔掉太可惜了 可是给别的师兄弟吃 他又不忍心了 自己就给吃下去了 结果就刚好要吃下去的时候呢 子贡进来检查 嗯 看到了 动作 大家注意哦 见未真 勿清言 你清眼看到都不一定是真相 为什么 你没有看到对方是什么心境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克服一个态度 随便马上就下判断 太武断了 这会形成很多不必要的误会哦 所以子贡一看 哎呦 就出去了 然后呢 就去跟孔子讲 夫子啊 这个人人连事啊 遇到很困穷的时候呢 会不会改变他的结义啊 孔子说的 会改变的就不叫人人连事了 所以呢 一定是不会改变的 接着呢 子贡又问第二个问题了 那连回是不是人人连事呢 孔子说 我观察他很久的 一定是 结果子贡说 老师啊 我刚刚看到他偷舟吃呢 哎 当下孔子说 虽然你看到了 我想 另有原因 孔子这个回答 人情恋达 假如孔子马上说 一定是你看错了 不可能是言回偷吃了 那可能子贡就说 老师 你只相信他 不相信我 那麻烦呢 就伤了这个学生的心呢 是吧 这个就是人情恋达 你不能喜欢一个人 就得罪另外一个人 那就不理智了 还是保持一个信任的态度 我想另有原因 这么讲的 人家子贡也不会说什么 把言回找过来 问话很有技巧 言回你有没有偷舟吃 那一头雾水了 这个夫子很了解言回 处世的态度 非常恭敬祖先 所以言回一进来 夫子说 我梦见我的祖先啊 可能是祖先要来帮助我们 突破重围啊 你那个桌煮好了 先拿来祭祀祖先 因为马上 老师啊 这个已经土掉下来了 不能给祖先吃了 不能祭祀了 哇 一问真相大白 哦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大家都明白了 子贡也觉得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能不能走过去 子贡你看 你看 那子贡就无地自动了 所以你看这个应对当中啊 都是一种柔软 跟给人台阶下的修养 所以这个是朋友 兄弟啊 师兄弟之间 真的要很好的 互相信任 好 那这节课呢 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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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几天谈如何学习 我们再把前面谈的内容 大家再过一遍 第一呢 要解形相应 我们这段时间理解的道理 有没有存在我们心中 有没有已经付诸实践 那这样我们体会到的这个道理就用上了 解形相应 而且呢 这心境啊 能够 砥砺自己呢 学一句 就做一句 第二个 要不自欺 先学规力行吗 当然人家说一定是这样 你就横顺一下 反正这个不是那么关键的事 就不要争着面喉耳赤 没有那个必要 有智慧的人要抓大方向 是不 当然 应该还是第二个是学规力行 不然我这么讲完 今天李恶老师晚上睡不着觉 是吧 我对啊 怎么还这么说呢 所以随时都要把执着放下 什么都好 只要意识对了 方向对了 还有我们这几天一直在探讨的 主动对峙自己的习气 学问呢 就在放下这些习气 种实质的功夫 不是只有形式上 所以这个实质啊 其实说穿的还是修这一颗心 我们常常说 立是令心 就像我们礼拜六谈到的 有一个读书人 看起来很孝顺他的父母 可是功名都考不上 因为他是看起来很孝顺 事实上呢 他的内心呢 对父母是不耐烦 是有愿的 所以叫做父菲 表面恭敬啊 内心不愿 内心情绪 甚至于怨恨 这个就是在心地上啊 就折自己的福了 谢谢 抱歉 写错字 大家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为什么高中考44分 从这里就看得出端详 好 这个是我们修学一定能不自欺 从实质的心地下手 所以这个 古之学者 为己 古代的读书人 很清楚啊 学问是内学 往内对峙自己的习气 精之学者 为了给人看起来 好像自己学得不错 自己是个君子 那都是做行事 给人看的了 好 所以事实上 这些理啊 不自欺啊 力行啊 重实质 不重行事啊 对自习气 他都 在心境上 都是相通的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 经历事情 我们在 侍奉父母 我们的心 是不是恭敬 是不是自成 这个就不能欺骗自己了 我们在对待一切人事物 我们是不是保持在 真诚 清净 平等 觉悟慈悲的心 心能实实保持啊 那就是在这个事情当中啊 练自己的心 提升自己的境界了 对待人事物 真诚 不应付 不虚伪 亲近 不染灼 不贪着 平等 恭敬 不傲慢 觉悟不迷惑 慈悲 设身处地啊 不自私自利 这个样子啊 去观照自己啊 就是力士练心了 而我们常常会觉得 为什么 我常常会有烦恼 我们之前也跟大家提到了 烦恼的根源呢 是因为有一个我啊 我想怎么样怎么样 怎么样 他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我比他高 都是这个我啊 才产生烦恼 产生贪嗔出满 所以 有一位高僧大德讲到 烦恼 起于爱真 这爱真呢 就是 喜欢啊 不喜欢 这个人 我喜欢 烦恼来了 为什么 你喜欢他 他不喜欢你 你烦恼就来了 所以不是他让你烦恼的 是你自己的喜欢 产生的爱真 让你烦恼的 我们不要把责任 都给推出去 想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 是吧 好不是 你看欣赏一个人 觉得他 很好 那些约点 优点 我们要学习 结果动了一个念头 我要追求他 烦恼就来了 为什么 追不到 然后就说 都是他让我痛苦的 这叫愚痴 不明事理 自己的爱真 贪爱 造成烦恼 还把责任 推给别人 所以在历史当中 汉朝 东汉 宋宏 他非常有德行 又有才干 很得 皇帝的喜爱 刚好 皇帝的姐姐 胡杨公主 去世了 不 她的先生 去世了 我是看大家 有没有注意听 好 我刚刚 讲这句话 叫唐眼事 大家要分辨得清楚 结果 这个皇帝很想 帮自己的姐姐 再找一个对象 就问姐姐 套套 姐姐的意思 这文武百官当中 您有没有 非常欣赏的 结果她姐姐 就说 这个宋宏 气宇非凡 最令人佩服 结果 汉光武帝 就去问 这个宋宏 汉光武帝 就讲 我听说 人一有钱 就会换太太 现在有一些风气 是这个样子 结果 宋宏 以前的读书人 很有智慧 好像听了人家的话 就知道啥意思 而且 这个胡杨公主 就在 皇帝的 这个帷幕之后 等着听消息 结果 宋宏就给皇帝讲 凭贱之交 不可忘 昭康之欺 不下堂 读书人讲话 是从心性当中 讲出来 这个话里面 往往都包含 人情事理在里面 我们假如 懂得去体会 各种的道理 就了解了 皇帝的意思 是问问他 愿不愿意 娶他的 姐姐吗 那你一下说 我才不要呢 感觉上 好像有点冲 有没有 所以先 用第一句 提起 皇帝的 正气 凭贱之交 不可忘 光武帝一听这句 应该是这样 所以这个时候 下一句 就不会觉得 很唐突 好像很直接 拒绝人 下一句 朝康之期 不下堂 我再重复一遍 凭贱之交 不可忘 朝康之期 不下堂 是吧 第一句 提起正气的 第二句 委婉的说出来 不要让皇帝 觉得很难堪 是吧 结果这个胡阳公主 在后面听到 假如你是胡阳公主 当下是什么感受 怎么可以拒绝我 你看 我 让自己哭的啦 所以假如 胡阳公主 没有这一个 贪着的时候 她应该很高兴 她说 我真是 有眼可视泰山 我终于看对人 这样才对啊 好 所以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 深刻地去感觉到 我们的烦恼 其实都来自于自己的 喜欢不喜欢 对人如此 对事 对物 通通 是这样 所以人人把 喜欢不喜欢放下 都好 什么人都好 都是来成就我的 心就平了 烦恼就消了 所以接着下面讲到 爱真起于分别 因为你分别了 这个人好不好 之后就有喜欢 不喜欢 所以分别还在爱真之前 所以你看我们男人分别 这个是女人 那个是男人 是不 然后我们看到女人就很有感觉 看到男人就没感觉 不过这个时代听说 有些男人看到男人也很有感觉 那是他的分别执着造成的 所以你看 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分别在哪 假如我们都觉得 每一个人都有明德 每一个人都有本善 我们都同样的恭敬 去对待他们 常常观想 人人是好人 事事是好事 一般人说的坏事 就是不顺己意是坏事 可是我们感觉到 这个事就是来考验我的 就是来提醒我 我还有什么修养不够 那你感谢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 在那个电梯上面写的那一段话 感谢伤害我们的人 因为他磨练了我们的心智 感谢欺骗我们的人 因为他增进了我们的见识 每一件事情对自己都有提升 感谢遗弃我们的人 因为他教导了我们应该智力 所以人有这种心境 不贪着 人有这种心境 随时欢欢喜喜 安住当下 面对每一个人 面对每一件事物 那他就能够在 所有的人事物当中 得到觉悟 得到启发 人呢 很难不依赖 顺的时候就贪 腻的时候就生气 在古代有一个君王 叫魏文侯 有一天呢 他跟他的臣子 孤卷子 在对话 在对话 这个魏文侯啊 就问这个臣子 父亲 父亲很优秀啊 可不可以依赖 孤卿主说 不行 而且古代的人很有意思啊 他们 博古通经啊 对历史很了解 马上举一个例子 姚弟这么有德行 他的儿子 当初也不成气候啊 所以父亲好 也不能依赖 那儿子好 能不能依赖 这孤卷子又讲了 儿子好啊 没有比大顺更贤德的 但是他的爸爸 跟继母也不好啊 魏文侯又问了 那 这个哥哥优秀 可不可以依赖 他说不行 你哥哥优秀啊 也没有比大顺优秀的 可是他弟弟相也很傲慢 这魏文侯快问不下去了 那弟弟优秀 可不可以依赖 他接着说了 弟弟优秀 没有比周公还优秀的 可是管俗菜俗啊 还是作乱 那这个臣子优秀 可不可以依赖 他自己是君王 没问 臣子优秀 可不可以依赖 臣子优秀啊 没有比商汤 文王更优秀的 可是夏节商奏 还是扶不起 商汤文王啊 那个做臣 都是做到极处 商汤 带着衣饮 要去辅佐夏节啊 好像历史上是写 五次敬见夏节啊 尽心尽力帮他的君王 最后君王还是这么暴虐 无道啊 没办法要救民于水火了 糟糕天地很惭愧啊 才发动革命啊 大家要体会这一点哦 商汤是做成做到极处了 没有办法了 为人民着想才革命哦 不是为了我要享荣华富贵啊 就陷人民于战乱之中 而且 商汤 他对待夏节 他一日是我的君王 我还是不管怎么样 对他的功绩没有减少 这是人可贵的地方 今天 我曾经在这一家公司 他当过我的主管 哪怕以后 我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 对待以前曾经是我们的主管 那态度没有丝毫的改变 这才是人厚道之处啊 这才是人真诚之处啊 没有因为自己的财富地位增加了 而染着了自己的恭敬心啊 而且这一些以前的主管同仁 很可能在我们能力不足的时候 是给我们很多的指导跟帮助的啊 饮水啊 应该失远啊 而商汤推翻夏节之后 还把夏节安置在一个地方 让他生活啊 把他的后代啊 都安排好啊 你看多厚道啊 结果很遗憾的是啊 夏节被安排走的时候啊 心里还在想 早知道我就早一点把他杀了 就是到这种地步了 一点反显都没有 难怪服不了 文王武王也都是尽力辅佐 商众王 自己还是改不了习气啊 最后商众王是自焚而死了 不是武王杀他的 所以我们从这些历史当中 要看到这些圣贤人 在面对这些姻缘的时候 他是厚道存心的 结果魏文侯问到这里啊 有点火气上来了 那到底什么可以依赖啊 问了老半天都不能依赖 结果 这古卷子啊 我感觉这些大臣啊 可能他们都有他心头 是这个君王一问话 他就感觉到这个领导 这个君王的心偏了 他就借这个机会啊 要提醒他 叫忘人者不治 世人者不久 君欲治 从生死 人而可四乎 我们啊 只是一直希望别人能怎么样 希望往往可能会落空 依靠人呢 不可能长久 是吧 我们想一想 孩子一直依靠父母 他以后能成才吗 人要有独立思考 独立承担的态度才好 一个人成长最快的时候 就是他勇于承担的时候 常常都要靠靠 靠到最后的能力啊 出不来 反而形成贪着贪心 智慧打不开 所以他提醒他的领导啊 君欲治 您希望国家大治啊 一定要从你自己啊 开始修身开始 怎么可以想着要去依靠谁呢 所以他看到君王已经动了念头 要依靠人了 他马上破他的执手 不要靠别人了 靠自己了 抓住每一个能够提醒君王正念的机会 不简单 所以有一次这个燕子啊 跟骑警公在一起谈话 刚好那一天呢 骑警公出去打猎 结果刚好走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啊 看到一只角龙 走到山上的山洞里啊 又看到老虎 然后他回来就觉得 我今天好像很触眉头 是不是有什么不吉祥啊 他就问这个燕子啊 我今天看到角龙啊 又看到老虎 是不是我有什么不祥的预兆 结果燕子又抓住这个机会 跟他想 君王啊 你到山上去看到老虎啊 因为他本来就住在那里 你到河边去看到角龙 那是他的家 这不是不吉祥 国君的不吉祥啊 有三个不吉祥 你看顺势而为 抓住这个机会 把最重要的自国道理给他讲 有闲而不知 一不祥 知而不能用 二不祥 用而不能认 三不祥 有闲者的人不知道 一不祥 知道了不能好好 大用它 二不祥 用的时候又不能 这个认啊 就是最适合他发挥的职位 叫三不祥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 五不祥 用而不能信 你把它摆到很适合他的位置了 可是你还怀疑他 用而不能信啊 四不祥 我们说用人不宜 你已经观察好 这个人可以了 你就不要常常怀疑他了 所以 任而不能信 四不祥 信而又使小人掺之 五不祥 你已经信任他了 结果还派一大堆人 去给他捣乱 让他放不开手作 这个就 也是不祥 这个是 这个五不祥啊 是另外一个情况啊 就是 孔子的学生 福子健 辅佐鲁军啊 治理一个地方 结果鲁军还派人 去看着他 让他放不开手作 所以才讲到这个 五不祥 好 所以这个是 臣子啊 都抓住每一个机会 帮助君王啊 提起正念 这个叫 尽师尽忠 退师不过 将顺其美 匡就其二 好 所以这一段话呢 我们重新再来感受一下 烦恼起于爱真 爱真起于分别 所以故信心明云 智道无难 唯贤简责 人要达到 所谓明德的境界 很高的学问境界呢 并不是很困难 智道无难 最重要的呢 要把这个贤气啊 简责就是挑东挑西的 挑境界 挑人 不顺自己的意 这个人我不喜欢 烦恼重生 所以人真的要 安住当下 不挑境界 但莫真爱 动然明白 简责就是执着 不去检责它 都好了 分别也放下了 执着分别都放下了 自信的智慧 自然就透出来了 所以我们真正会 力士练心的人 在每一个境界当中 把喜欢不喜欢放下 把讨厌放下 都是真诚平等地去面对 一切人事物就对了 好 而刚刚我们跟大家讲到的 今天呢 要想要国家团体 好啊 最重要的还是要从 自己修身做起 真正有得了 自然能赶来 志同道合的人 我们自己不提升呢 赶不来这些人 甚至于 觉得身边这些人很好 你硬把他拉住了 也拉不了多久 因为我们自己无德 留不住 真正德才兼备的人 还是要从根本下手 有德持有人 有人持有土 有土持有才 有才持有用 今天我们没有 虚怀落骨 没有有龙乃大 再好的人才在我们身边 迟早就离开了 所以一个人真明白这些道理了 最重要的 就是提升自己的德行跟境界 好 这个是跟大家讲到 重实质不重形式 最重要是练这一颗心 立式练心 再来 学习 第六个呢 要老实 学习孔老夫子 恕而不作 信而好古 其实我们面对经典 面对古圣先贤教诲 受益的程度 是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老不老实 听不听话 所以有一句话讲到了 老实者 精尘之洁净 胡遗者 精尘之大敌 我们老实恭敬 这个修学起来 是最直接了当的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 可是呢 对经典的教会 常常怀疑 刚好跟精尘是背道而驰的 边听还边怀疑 这些教会 那就很难得利益了 所以孔子是我们的 很好榜样 孔子学习的态度 这八个字 他了解古圣先贤的教会 都是从信德流露出来的 不是说他们自己的意思 我们每一个人 真正力行格物了 习气去掉了 我们的明德起作用了 我们处世代人皆物 就像论语世书这些教会一样 好 所以他数而不做 不骄傲 信而好古 他不怀疑 在心地上呢 还是不慢不已 不傲慢不怀疑 这个是老实的重要 在我们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 听到师长的教会 我们不怀疑 而且呢 都有一个态度 听了这个道理 只想着如何做到 从没想 做不到 临位成功 你们回答不出来 饼干给我吐出来 你们不只吞进去饼干 要把这个精神吞进去 有没有人没吃到的 都吃完了 没吃到的 我那里还有一包 好 既然大家知道 我那里有一包了 待会就让大家吃吧 你已经东西给人家看到了 就不要再说进去 是不 这也是人情事理 好 所以都是想着如何去做到 你想做不到 第一个 对师父的教诲打折扣了 第二个 对自己的信心又打折扣了 好 再来呢 学习一定要有恒心 若要功夫身 铁楚磨成 绣花针 而这个恒心的重要呢 在论语里面也有讲到 孔子说 辟如围山 就好像一个人呢 在堆一座山 未成一筷 这一座山呢 眼看着 再堆一泊土啊 就成山了 可是啊 最后那个土 他就不愿意再叠上去了 所以有一句成语叫 公窥 一窥 就是论语这句话来的 我们今天的路程呢 是一百里 结果我们走走走 走到九十九里了 就停下来了 那还是我们自己放弃了 不够有恒心了 譬如平地 孔子讲的 譬如 我们今天 把一个坑洞 要把它填满 虽然 只填了 一筐土 可是只要我们 恒心 坚定地去做 迟早还是可以把它填 填的 所以 其实这个恒心呢 强调的就是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因为人恒心不够啊 很容易不耐烦 很容易急躁 所以 弟子规提醒我们 宽为宪 仅用功 功夫道 自舍通 再来呢 我们之前也有讲到 不化地自宪 要信任自己 我们也举到了 染球 跟夫子的对话 染球就说了 我不是不崇敬夫子的学问了 我的力量 达不到 力不足以 孔子说你不是 力量不够 你是自己先预设立场 你都还没开始了 就害怕了 这是预设立场 好 所以 不要 化地自宪 就像 那一天 好像是我们 徐学长 说怕自己 对自己没信心 结果我给他 派了一个作业 圣语贤 可行至 念五十遍 是吧 念完了吗 交作业了 另外一句 常常提醒自己 能一能知 几百知 能识能知 几千知 有这种决心 果能此道已 虽余必名 虽弱必强 好 再来 要非常欢喜地去学习 因为孔子说 知知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知道的人比不上喜好的人 喜好的人比不上乐此不比的人 那当然了 人能够学到这么乐 最主要还是他肯依教奉行 因为他烦恼清智会长 尝到了学习的乐趣 法味 人真的知道 放下烦恼习气的快乐 轻松 再让他去沾染世间 这些欲望他不肯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 还没有这种法喜 还很贪恋世间很多东西 事实上是我们还没有真正去依教奉行 精神一提升 欲望自然就下降了 所以感觉这些欲望都没有减少 那真的我们是在玩弄这些学问 这些经典 而且这个乐 我感觉很重要的动力 还是在助人为乐 我们今天把这些古圣先前的教诲 告诉这个人 让他减去痛苦 让他家庭能幸福美满 我们比他更欣慰更高兴 这个就是有慈悲心 有爱心 有慈悲心 有爱心了 就怕自己虚度光阴 我赶紧提升 我早一天提升 我的学生得利了 我的亲戚朋友得利了 他有这样的心境 他学习非常积极 所以叫慈悲为本 慈悲博爱的心 学习最重要的根本动力 好 最后跟大家再提一个 学习在地势炼心的时候 常常提醒自己 用心如镜 这个镜子 表的就是清静心 清静心才能生智慧 生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烦恼只是增加问题而已 那我们感受感受 学镜子什么呢 镜子 这个人还没出现在他面前 他清清静静不染中 这个人出现了 他照得明明白白 其实这个就表示 当有缘的人来到我们面前 我们全心全意 真诚地对待他 等到这个人离开了 镜子怎么样 还是清静静静 有没有哪一个镜子 这个人照晚了一离开 那个样子还印在他的镜子上面 然后下一个人来 哎哟 照得怎么不是我 不会这样吧 但是我们人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 人已经走了 这个镜已经离开了 还一直在那烦恼 他的情况 然后另外一个人 来找我们谈话了 表面上在跟他讲话 嗯嗯嗯嗯 然后脑子里在想另外那个人 然后人家跟我们讲话看 你还好吧 这叫魂不守舍 那就用心就不像镜子了 那我们去推 推他的发展 当人都没有办法 全心全意 面对当下的这些人事物 他处理事情 就会越来越多的问题 处理不好啊 他越来越困扰 能真诚去面对的很多问题 当下都化解掉了 所以这个就恶性循环了 不能活在当下 前面的事烦恼 现在的事又处理不好 后面又 又要去解决 是恶性循环 很累人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这个小孩功夫很好 刚刚还在那里哭得稀里哗啦的 过三秒钟开始笑了 他不落印象 像这个镜子一样 转境界了 所以他一天能笑一百七十次 我们经历过这么多事的 全放心上在那里折腾啊 在那里痛苦啊 所以一天笑不到七次 今天是个美好的日子 大家今天早上笑七次了没有 笑了 恭喜恭喜你今天破纪录了 超过平均值 好 所以这个 用心如尽呢 有一句 提醒特别好 叫过去物流至 未来物将云 人的烦恼啊 很多来自于呢 懊恼过去的事 贪恋过去的事 然后烦恼还没发生的事 担心还没发生的事 一天二十四小时 大部分都在烦恼里面 所以要用心如尽啊 就不会这样了 而过去的事情啊 不只不要挂爱 还要提升到 前世不忘 后世之师 在每一个发生的事情当中 得到宝贵的经验跟教训 提醒自己啊 后五再造 不能犯同样的错 我们发现到呢 其实 一个人也好 或者一个团队也好 往往 同样的错 一而再再而三再反 这个是很 浪费每一个人的人生呢 也很浪费 整个团体的精神跟资源 所以 经历过事情了 一定要让我们 每一个参与的人 带着明白 知道问题在哪 他下一步再跨出去 就不会再犯之前的错 虽然不能挂碍 不能懊恼过去 要带着明白 走向未来 未来勿将赢啊 就还没发生的事 你不要在那里干着急 因为明白人都知道 未来跟现在 分不分得开 分不开啊 所以我们这个农民都知道啊 要怎么收获 就要怎么耕耘啊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啊 所以未来会成怎样 其实都跟我们当下的 每一点一滴的努力 息息相关 所以有一句话叫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这种人生态度 特别简单 轻松 明白 打一个比喻 就是你常常 去除去存款 你还怕你以后 领不出钱来吗 怕不怕 不怕嘛 而人生啊 有两本账本 一本是银行的账本 另外一本呢 是我们积的福分 积的应得的账本 但是大家要注意哦 钱 买不到生命 钱化解不了 灾祸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很多财产 几亿几十亿的人 三四十岁命就没了 钱能买这些世间的东西 化解不了灾难 化解不了自己的凶祸 但是积的应得 化解得了 逢凶化积 所以看得到的账目 要积有 看不到的这个应得的账目 也要好好积有 所以古代 有一个人叫王智仁 这个人兄三十多岁 三四十岁都还没有孩子 结果 他刚好呢 去遇到一个算命的 算得还挺准的 你们有没有去算过命啊 有算过是吧 准不准 你假如去给人算命 学了传统文化 你还觉得他算得很准 你真的白学 是不是 那学了老半天 连命都转不了 那这是玩弄学问啊 所以大家可以去算命 是要提醒自己 我到底命改了没有 还不能改啊 痛哭流涕 很惭愧 命要让人算不到 才厉害 你下一次去算命的时候 你不要说是你的 八字拿给他看 他一看 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你就可以偷笑一下 把命给转过来了 这个王志仁先生呢 他算 算是 中壮年了 三四十岁 没有孩子 对祖先都有一份责任了 所以他就 去请教 他说 哎呀 你在这半年左右 大难顶头了 可能活不了 他就心里想 那得要把一些 做生意的账 把它收回来 让自己的妻子 也有保障 他就赶紧去收账 结果在收账的过程当中 有一天在一个河边 看到一个女子 跳水自杀 结果跳下去之后 他赶紧的过去救 还让船只 去救他 还给那个船夫钱 然后就问这个女的 哎呀 生命这么可贵 你干嘛要自杀 他说因为我今天 把我们家养的猪 去卖了 结果卖了一个 不错的价钱 回来的路上才发现 他拿给我的银子 是假的 这个猪养了这么久 才养好 正准备要去还债 结果是假银子 假如我先生回来知道这个事 铁定把我给打死了 所以我实在是觉得 没有意义了 他就跳水了 结果王志仁听到这里 就问他了 那你那个猪到底卖了多少钱 他给他讲了之后 就把钱给他 那你安心回去吧 不要想不开了 结果这个女子回去以后 就给他先生一五一十 讲了这个过程 然后他先生就非常惊讶 在这个世间还有这么好的人 你带我去找找他 就去找这个年轻人 他刚好住在当地的客栈 所以王志仁 刚好那一天 晚上他比较早入睡 结果这个女子跟他先生 就找到那个客栈 就问清楚了 他住在哪里 结果就去敲他的门 王志仁 谁啊 就是你今天救的那个女子 这个当下 王志仁提起的是 孤男寡女 现在是晚上 这一位女士 这个我们不能够见面 会让人家误会 这对你的敏捷也不好 你看读书人处处 为人想很谨慎 你还是赶快回去吧 结果他先生 听到这里更感动了 哇 真是证人君子 马上发话了 王先生你不要担心 我跟我太太一起来 就是来谢谢你的 这个时候呢 王志仁才把门打开 这个故事很提醒我们 读位男士 你不要女生晚上给你敲门 一打开来 记者马上咔嚓咔嚓咔嚓 你就麻烦了 尤其你们都是老板 有些人要找机会 要毁谤你们的 这个时候你们一举一动 都要谨慎 结果一开门 才谈了几句话 突然间 王志仁躺的那个床 旁边的墙 整个就垮掉了 压在他 把他的床整个压垮了 所以就是说 假如他们没有来找他 那王志仁就一命呜呼了 就逃过这一劫了 后来他回去以后 连生十个儿子 活到九十六岁 所以你看 当然他一定之后 也是不断行善 所以人不要怕命不好 但行好事 莫问虔诚 心好命又好 富贵直到老 我们常常念念这首 性命师 更提醒自己 早已行善 好 我们谈完这个学习的态度 接着我们来谈到 学习的内容 是五轮大道 我们五轮当中 他的核心点 是父子有亲 就是一个人 爱的原点 让他这一生 终生保持对父母的亲爱 那这个是人生最幸福的人 父子有亲 就是父子子孝 再把这一个亲爱 能够延伸到 对家族亲人 对灵力相长 对社会大众 达到凡是人 继续爱 这是我们教育的两个目的 那刚好 礼拜六呢 跟大家都是谈到 孩子怎么 孝顺父母 其中还有两篇续语 请大家背 背得怎么样 有没有在梦中 也居者自其敬 样者自其乐 病者自其忧 假如你是 在梦中都在背孝经 不简单 过不了多久 真子就来了 他会摸摸你的头 真乖 霍梦 往胜先贤 垂首提膝 这就是好梦 好 那子孝 绝对也离不开